音樂 我覺得音樂對我來說 其實就是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我從小就是在一個音樂環境長大 小時候很喜歡聽廣播 音樂其實是帶著 不管是它讓我有很大的一個想像的畫面 然後也可以帶著我好像旅遊到各個地方 或是去到我想去的幻想的一個地方 長大之後我發現其實 不管每一次我在回憶年輕的過程 或是第一次玩團 第一次約會 然後第一次可能連考知道自己的考上哪個學校 然後當時候我都用一首歌或一段音樂 去記起當那時候的回憶的感覺 所以音樂對我的意義就是 我拼湊我人生回憶的一塊塊拼圖 然後也是帶著我去做更大幻想更大夢想的 的一個美景 我覺得玩音樂最大的辛苦就是 人家並不是很理解說你可以靠著玩音樂 然後養活你自己 真的養活一個家庭 所以我必須要用音樂去證明 別人的不諒解其實是多餘的 所以音樂它是我回憶上的拼圖 因為每個回憶都造就了我的人生 但是對於未來音樂又是 存在我的一個夢想 然後讓我可以知道我可以去朝向更大的目標 當你遇到挫折你心情會低落 但是你給自己一個機會去嘗試一個 你沒有嘗試過的事 然後那時候我的這個機會 就叫做選一場新唱片 如果讓我聽到一張很好聽的專輯 我那個整個心情就會整個回復起來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讓我在玩音樂的道路上 讓我發現其實音樂真的是一個宇宙 也是小小的一部分 所以你必須要告訴自己 一直要玩音樂玩下去 刷力一直玩我們的音樂 我們是在寫下我們人生的故事 所以我相信我們在合體之後 我們闖出來的音樂 絕對是告訴大家 我們這三年過得很值得 我自己是辦了兩屆的親子樂園 做了兩年之後 我開始接觸了策展 所以我做了國際台北登節 也把一批年輕人帶到了紐約 去展現我們藝文實力 然後以及我們的藝術品 在國際上是可以得到很大的掌聲 今年我把回到自己 讓自己回到音樂的道路上 因為我們明年就即將要回到舞台上 所以我必須要最後一點時間 我想要去幫助 把自己掏出來更多 去幫助新一代的樂團 所以我辦了一場音樂祭 希望能成為樂團的孵化器跟加速器 就是每一個樂團參與了我們這個曙光季之後 我們導演團隊跟製作團隊 視訊團隊會直接下去幫助樂團 讓他們表演變得更好 因為當初 都率率在一開始其實受到很多人幫助 很多前輩給我們很多意見 我們也有很多 專業性的團隊是跟我們一起成長 一起長大 一集來寫下我們這15年來的故事 所以我也希望成為這些年輕樂團 在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成為他們寫他們故事裡面的其中一部分 我會希望讓更多的資源 有幫助到年輕想要玩音樂的這群人上面 台灣也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薪資結構裡面 其實玩文創 玩創意設計其實是最低的 但是年輕人卻最想參與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最好的解決方式 其實是讓他們不僅覺得好玩 而是大家要團結在一起 因為其實我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不能再互相鬥下去 我們必須要把資源分享出來 讓我們下一代或者是更年輕的一代 他們能夠享受到這資源 而不是這些資源我們自己抓著 大家能夠享受這資源 我相信這個餅會越做越大 不管是線上的活動或線下的演唱會 然後只要我們能夠團結在一起 以此分享資源 不僅是音樂 我們還可以接受更多的表演藝術 然後甚至展場 然後甚至更多元的一個藝術表現文化 最終我相信 對於未來下一代想要玩音樂 甚至想玩藝術創意的朋友 他會有更大的市場 其實更好玩的事情會發生